这里是可以享受动手乐趣的圣尖故义室 好好服侍婆婆的路德 在波瓦斯的麦田里减麦穗为生 波瓦斯怜悯善良的路德 就故意把麦穗撒到了田间 最后善良的路德和波瓦斯结婚了 今天我们就来折让路德和波瓦斯走到了一起的麦穗吧 需要准备的有四分之一大小的材质四张 二分之一大小的材质一张 首先对折两次然后打开来将上面的两边向里面折 翻过来以后将下面的部分向上对折 再翻过来对准中线向上折 接着对着中线把白色部分向下折 把棱角部分展开来按下去 此时会出现平行的阶梯形状 大家要确认一下哦 另外一边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折 确认这边也要出现阶梯状 然后翻过来将下面的部分向上折起来 翻过来的话就完成啦 剩下的三张四分之一大小的纸也要用同样的方法 现在来做麦杆 二分之一大小的纸对折之后 在里面涂上胶水 这时再向里面对折一次 最后再涂一次胶水之后粘起来 麦杆也完成啦 现在又把麦穗连起来 在棱角上涂上胶水之后 插在另外一片里面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做出像麦子熟了一样的曲线 剩下的都要用同样的方法连接起来 最后在麦杆一边涂上胶水后 把麦穗和麦杆连起来的话 麦子就完成啦 小朋友们要像忠诚而有信心的路德和波阿斯一样 多多收获新兴的果实哟